今天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可能防线上面是本场比赛 中文队方面最大问题的一条线 对 两个边路基本上是没有助攻的 左边的马冲冲 年轻队员上半场比赛 发挥算是正常 稍微有些紧 右路应该说张成林 在刚才第一个球的失误当中 我觉得还是两个球的失误 都是有一些位置的选择当中 有一些错误 应该说在与中位之间的配合当中 包括一对中位之间的默契配合当中 也是有一些 就是在局部这种传接当中 作为给防守的最大的压力 也就是在于突然的失误 对手拿起来突然的反击 应该说在整个的进攻当中 他们的反击这一下的速度 还是打的相当快 是 一方面是队员的推进速度快 另外一方面整体的转移 跟进速度也快 再加上本身中部队这条防线 应该说防守的漏洞 还是控当 好的 中部队 左路的传球 好的 停 慢了一下 让过来之后 对方的补防队员先把球破坏了 相对于两队来讲 在队员的脚下频率上面 中部队明显是比对方要慢 很多处理球呢 都是显得脚下频率太慢 上半时朗征和张成林之间的空档 被队手是多次利用 塞进去之后很危险 其中呢 第一个丢球也是正式从中后外和右边后外的身后 成功的塞进去 可以说应该说呢 在中卫的位置当中啊 因为我以前也打过中卫 就是说在防守当中啊 到目前来说都是 都是各个球队要求中卫是平行战力 但平行战力呢 是有一个相互的控制面是比较大 但是最大的问题呢 就在于在平衡战力的情况下 也要形成一个前后层次的保护 所以这一队中卫呢 可以说你一旦一方被人的突破 你可能造成了两名的防守队员都补不了你的位置 所以在防守当中啊 在形成局部的情况下 一定要形成一个前后层次保护 这样的话 对整个的防守的作用 中路的防守啊 是非常的要求是非常的大的 而且在防守当中呢 要形成一个你上我侧 我上你侧 要一个侧面的一个斜方向 而不是形成一个平衡的这种战力方向 所以我们的防守当中啊 在给对手增加的漏洞当中啊 也是在这方面出现了很大的不足 应该说在下半场一开场呢 中国队在整个的气势上 包括在控球能力上呢 也是有所增强了 但是在关键的位置当中呢 尤其是局部的这种组织当中 好球 这是机会 对方还是抢先出脚把球破坏了 对 政治的传球交给了老将曲波 现在看的曲波确实呢 他的速度啊 没有说当年那种小费心那种的 曲波呢 是目前这支国家队当中啊 出场次数最多的队员 有过68次代表中国队出场比赛的经历 17个进球 这边呢 应该是中国队要进行过程调整了 马冲冲 左边后卫被换下 来自北京关的小将 马冲冲被换下 进行调整 又是上了一名年轻队员 头球 对中国队来讲 这场比赛高红波也是希望能够考察更多的队员的登场 都给他们一些比赛的机会 外围的远射 这脚球打得还是很有威胁 张林鹏的射门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看一下在这个位置上的一些调整 因为金镜道啊 这名来自沿边的小将呢 他应该是一名中场球员 刚才是换下了左边后卫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看一下在人员方面到底进行什么样的位置上的变化 右路空档很大 取波 这叫准备中路的倒勾手 难度太大了 而且对方后卫还是在抵着进攻队员 尼尼斯 险些又把球抢下来 哦 没有上钢 鱼海 还是交给杨浩 鱼海 现在是换到了右路 在左边路需要有人跟进 不怕对方要反击了啊 在防线上空档很大 在防线的速度30号 所以我们一直说中卫这个空档确实是漏洞比较大的 就是刚才所说的一定要形成一个前后层次保 对方啊现在其实已经看到了中国队的原来在中国外身后的位置是一个比较大的空档 所以总是能够塞身后球 对方队的黑光线之道解码 在戈斯巴黎加队员 没有其他一个比较大 bitten他的一次 没有其他 players 怎样打人员 但是我们时系上 现在大短线而尴尸 但是 我们当时 multiply 二十号马上 我们看到二十四号的乌里纳赏 冬队再次换人调整 把于海换一下 这是张锡哲上了 来自北京湾的小将 像张锡哲 金镜道 这些队员都很年轻 都是去年 苏茂珍指导所带领的 国青队的队员 国青的集训当中 也都 从与杨玉福 林志朗 作为重大的年轻学员 他们也都有幸 参加这次集训 也是很好一个锻炼 但是在 出港 苏茂珍的家的时候 并没有把那些年轻学员带去 但是不管怎么样 在对年轻的球员来说 能有这个机会 登上这个平台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 最起码对他个人来说的话 在整个的运动生涯当中 会有给他是有一个希望 还是在机会 哎 在庄安 应该给大了 经理应该老将曲播 他这个球可能没有想到 对这个队友会把球塞进来 启动稍微慢了一些 看到了空缸 力量缠的稍微大了一些 但是如果力量稍小的话 可能对方啊 这个跟进的时候 就能够把球破坏 刚才呢 哥斯达利加队也是进行了换人调整 这个上半时比赛表现非常出色的 布拉尼奥斯 是在换下子 上场的是埃利桑多 这也是在进攻线上 做出的一次调整 布拉尼奥斯呢 上半时比赛我们也介绍过 效力于丹麦超级联赛的冠军球队 哥本哈根队 参加了欧冠联赛对战切尔系的比赛 是球队的绝对主力 而且在上半上的表现呢 也是非常突出 在整个的印度进行当中啊 他的突击力也是非常强 然后高红波 与世茂珍呢 在研究 看看还能再换 哪名的球员 应该在整个的位置当中呢 看看来自广州恒大的叶伟超 是不是能有机会 在余下的时间当中出场呢 应该会都会给年轻队员 包括一些替补队员 更多的上场机会啊 你其实看到 这金敬道张锡哲 上场之后呢 等于目前的这个中场啊 人员是非常年轻的 刚才我们介绍过 张锡哲和金敬道呢 都是这个国庆队的球员 张锡哲91年出生 金敬道是92年出生 对 所以这时候就是 更加能够显示出来 在球队军场的各种方面 好像更加一个队 希望他能够在中场之上 根据他的调度 来带一带年轻队员 嗯 女鹏 女鹏现在应该是 达到了左边的位置 应该是达到了这个 左后位的位置 好球 好的 这个分别 在车 直接是打到球门方向 对 要给对方的球门 制造了一些麻烦 下半时比赛 中国队的进攻 相对于上半场而言 更加流畅一些 应该说 更加进行 下半场的进攻呢 好在于两个边路 现在打开了 对 打开了 杨浩具体发 脚球 头球 顶到第一点 但是没有顶正 额斯达里加呢 之前是 参加了 中美洲国家杯的比赛 小组赛当中呢 是打平了洪都拉斯 击败了威利马拉 获得小组出现 半决赛呢 击败了巴拿马 重庆决赛 决赛是 再次面对洪都拉斯队 1比2输的对方 获得了亚军 这项赛事呢 也是 其实是争夺 参加中美美籍 加勒比地区 金杯赛的参赛资格 所以相对来讲 哥斯达里加队的队员 在开口方面 应该还是更加熟悉一些 球队的绝对主力比较高 的队员 哥斯达里加弹 我跟他说 哥斯达在整个下半场的开场之后啊 由於先撕一球呢 他們在整個的進攻當中 這個隊好像在整個的進攻當中 也是以這種防守突然之間的反擊 但是他整個的控球當中呢 他還是一直在倒球而不